如果牺牲一个陌生人 就能拯救自己的母亲 你会如何选择呢 空旷的草原上 柯尼正带着法尔科向北前进 法尔科虽然苏醒 但也失去了吉克纳喊后的部分计 他不知道哥哥和甲壁怎么样 只觉得柯尼应该是个好人 因为柯尼说他在荒野中遇到了昏迷的法尔科 现在要带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柯尼当然是在说谎 他的真正目的 是就会自己变成巨人的母亲 柯尼的家人都已经回不来了 但母亲还有生还的希望 法尔科虽然没有怀疑 但他心里却有些奇怪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柯尼 与此同时 马来的飞艇已经陆续撤离 仅剩吉克等人还留在岛内 马加特认为这个决定没有错 毕竟和他们的安危相对 及时通知马来才是最重要的 皮克长叹一声 虽然他身怀巨人之力 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地面 也同样无能为力 这时一道人影突然出现 从皮克身后悄悄靠近 皮克迅速转身 逃着敌人亮出獠牙 可对方却说自己没有恶劣 也没带任何武器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兵团长韩吉 而他身后的板车上 正是身受重伤的利维尔 之前跳河之后 韩吉含泪将追来的新兵全部射杀 然后带着兵长躲进森林 并对其伤口做了简单包扎 兵长的命虽然保重 但现在的情势却不容乐观 就在韩吉思考对策的时候 艾伦的蔑视宣言突然传入脑海 艾伦一番话不仅让韩吉三观炸裂 连身后的利维尔都被吵醒 兵长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四处寻找吉克的身影 在得知吉克已经逃走后 兵长的脸色有些阴沉 怪只怪他太过大意 居然没看出吉克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 可就算断了两根手指 兵长也依然没有退缩 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定要杀掉吉克 韩吉徒手打造了一辆板车 带着兵长找到马加特 马加特并不相信两人的话 但看到利维尔身负重伤 他决定暂时听听韩吉的计划 韩吉告诉众人 吉克肯定在始祖巨人身边一起行动 而城墙崩塌时出现的巨大魔价 很有可能就是始祖巨人 所以不管要阻止地名也好 还是杀掉吉克也罢 他们都必须集中所有力量 朝着目标不断前进 另一边的森林深处 科尼看着熟睡的法尔科陷入沉思 他要如何才能让母亲吃掉法尔科 使用武力有可能会弄巧成招 科尼的内心也非常煎熬 法尔科是那么的相信他 可他却要杀掉这个孩子 他又想起了萨莎 如果那个姑娘还在到他 他又会如何选择呢 第二天 科尼带着法尔科来到了自己的村子 法尔科感到非常奇怪 不是说要去医院吗 为什么要来这里 昨晚他听到科尼自言自语 在联想到四年前被巨人破坏的村子 法尔科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科尼是想找他报仇吗 科尼却开口否定 杀掉萨莎的人并不是你 而且两国交战 身为士兵也该有必死的觉悟 科尼拉开帐篷 里面藏着一个摊在废墟里的巨人 他就是科尼的母亲